我們可以看到在7月29號有5名大陸公民 他們要開車從哈薩克要來入境俄羅斯 結果在入境的時候被註銷旅遊簽證拒絕入境 甚至反覆的遭到俄方的邊防人員盤查 長達4個小時的反覆審查 所以對此大陸駐俄羅斯的大使館也痛批 俄方蠻橫執法跟當前中俄關係友好 這個大局是不符合的要求要進一步調查 同時要給一個滿意的答覆 約見了俄國外交部聯邦邊防總局 聯邦安全總局等部門 那麼俄方作出回應說這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依舊歡迎大陸公民來到俄羅斯 那麼對大陸公民並沒有任何歧視性的政策 還有作為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個全世界所有國家裡面 最沒有尊嚴的移民署官員 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移民署你不要看他那官員在那邊蓋章 允許你入境 其實他被很多國家 或者是比較阿拔的那些國家 他進來的時候他不合規定或幹什麼 我們移民署官員不敢對人家怎麼樣 而且很委屈 後面來講的話都很害怕 甚至於說我們自己台灣自己官員要出境的時候 要走要通關要有一點關係的話 那種通關幹嘛根本就是欺負那些移民署的官員 所以但是在外國來講的話 他們移民署官員的權力是很大的 你包括美國尤其是美國 包括日本這一國家 他不讓你進來就不讓你進來 他不給你蓋上就不給你蓋上 你也沒得申訴他就叫你原期遣返 但是他都聽過蠻多的 對都聽過蠻多的 那這次事情我想說分為幾個階層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過境這一段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是不是這五個公民他的簽證已經過期了 或者說他簽證來講有問題或幹嘛 那人家當然要了解 其實我有一次去美國 我單獨一個人去美國 可能我長得比較像恐怖分子 也被叫到房間裡面去問了一頓 就被來到小房間來盤查 對 後來他發現說我是軍人 是台灣的軍人 他對我就很可惜 因為那時候我理個小平頭 那他一看是不是覺得我像恐怖分子 我覺得我有這麼像嗎 但是他們確實是有這個權力 對 確認後沒有問題 然後他甚至於說覺得你是一個女子 對 單身的 對 單身 年輕女子 他認為你來賣男的 他就不讓你進來 對 那我們講這個是基層的一些作為 他國家 他們自己國家賦予這些儘管局 他們這些人員有這麼大一個權力 你要尊重人家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整個故事到現在我們只看到 說是這五個人被註銷簽證拒絕入境 那什麼原因沒有講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這個俄羅斯坦本來就是一個戰鬥民族 你跟你對外來的訪客 他就有一點高傲的那種心態 那你的執法 你的執法過程 學問的過程 你是不是合乎我們這個友誼之邦的態度 是不是口氣上面會不會有一種 啊 把讓這些旅客聽了以後心裡不高興 或中間有些誤會 當然這中間我們都還沒有確實了解到 都不敢做評論 可是第二個我要講的是國家誠意 這件事情我想會鬧到說 國家對國家大使館對大使館提出抗議來講的話 可見的這個他們俄國這個大使館來講的話 他們邊境人員的處理 可能態度來講確實是很惡劣 我們都知道其實美國態度更惡劣 他那個警察對不對 黑人命也是命 他警察他根本執法就是不管那麼多 有些民族啊 他本身就是這種個性 那我想說他們執法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惡劣 所以才會鬧到中國大使館跟俄羅斯 來做一個抗議這種動作 可是更嚴重的 大家記不記得今年過年的時候 中國開放旅遊嘛 那到日本到韓國去玩的時候 他身上不是給他掛一個牌子 你是中國來的 我要特別對你做檢疫 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 那同樣的這件事情如果說我覺得說 俄羅斯沒有處理好的話 可能會引起中國民眾去俄國旅遊的一個意願 甚至於引起民族情緒 中國現在來講的話 他自從這個八國聯軍之後 事實上他民族自尊心是很強的 那這種事情其實觸動他們最敏感的一條神經 那我覺得說俄羅斯對這件事情 尤其站在中俄雙方 目前來講要背靠背要喝 要友好的時候 不要為了這麼一件事情沒有處理好 造成民族之間的一些仇恨 當然我們現在也要知道 其實俄羅斯裡面也有一些人對民眾 對中國是不滿的 因為他覺得說中國沒有提供他們攻打烏克蘭的武器跟裝備 他覺得說你中國在那邊觸統觸台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的民眾對中國也是有抱怨 俄羅斯裡面有很多是極右派 就是普京平常一講 他還不願意動用到很激烈的手段 但是有人裡面有一個 他那個手段贊成的最激烈 他贊成用核子彈去攻擊烏克蘭 那這個人被普京關起來了 因為如果說這種人放出來的話 可能會引起更大的波瀾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跟俄烏戰爭 中國的立場態度 引起俄國一般民眾他們的心理想法可能也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說畢竟來講只是一個公民入境的問題 可能雙方來講如果能夠說明 互相能夠體諒的話 應該很快可以就是試過境遷了 就化解這樣 對化解掉 這個我補充一下細節 他們是自駕遊 自己開車去玩 那結果被反復征訊了四個小時 那後來被拒絕入境 那中方的使館就分別約見了俄羅斯外交部 然後約俄羅斯的聯邦邊防總局 還有聯邦安全總局嘛 那俄羅斯有回應 俄羅斯說是這些人前往目的地 與實際目的地不符合 違反俄羅斯的法律規定 因為俄羅斯現在也是交戰中 所以他可能入境也比較嚴格 那就是說 比如說你去北京啊 就是要去北京 對你不可以說我去北京就我 給人家跑去別的地方 這細節我們不知道啦 我只是看到他表面的理由 然後他又特別講說 俄羅斯還是非常歡迎大陸的公民 去俄羅斯旅遊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但我們不知道細節啦 微博也有人在反彈啊 就是說你既然知道他目的地錯誤嘛 那為什麼要征訊四個小時 就直接讓他去拒絕你嘛 你直接就拒絕就結束了嘛 那為什麼要扣下來約談四個小時 所以是不是懷疑這些人要幹嘛 所以才會這樣做嘛 當然是懷疑啊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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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錯啦 是 好不好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特菲爾醫生劇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健康